之前呢有观众问我 为什么我在录像的时候 总是往这边看 现在呢给你们展示一下 这个是我的工作室 所以我现在对着镜头讲话 这边呢是我的显示屏 我能试试看到我自己什么样子 所以我要是用这个白板展示东西的话 我需要看有没有出框 或者我自己是不是在真中央 这边呢是我的光 所以基本上我的setup就是这样 最近的这段时间呢 集中收到了很多观众的反馈和感谢 就好像是有一种 本来呢我的这个频道 是这个土下面埋的一个小种子 一开始呢可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它在这个土里 然后随着每天呢 我给这个小种子 浇水呀是非呀 浇水呀是非呀 所以它就慢慢长出来了 然后随着它长得越来越大呢 越来越多的你们就能够看到我的这个小树了 所以我下方越来越来越大呢 不能够是有维密的 啊 嗯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哭什么 这个是 开心的眼泪 为什么那么开心呢 哎呀我的天 这个视频 啊 那就先从 一封信开始吧 撸拉达亚 的观众 他说 我从8月中旬关注的为多 是看了一个关于胖女孩的视频 那个视频的名字好像是叫 胖女孩 不爱自己 越减贼 越胖之类的这个题目 然后他说 当时我真的超无意的点进去 抱着随便看看 又说了什么 无用的鸡汤 括号 他说 当时我觉得自己频率低到爆炸非常丧 觉得那些安慰的话语通通没用 觉得没人救得了我 简直人生最低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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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 然而我看了这个视频以后怕怕打脸 尾多尼真的非常非常 能站在别人的角度 设身处地的考虑 感觉很深 喔 这个语气也非常好 对吗 唉哟 我天 OK OK,let's try this without crying 还厉害的多的多 特别思想 而且很多方面也超级优秀 括号没有夸张 然后就是后来9月份的时候 我看了维多新发的视频 发现语速比较急促 感觉没有像以前那样 非常发自内心的渴望来做的视频 有点像在赶作业 括号可能是我的错觉 但是我也是超级爱你的 当时歌的频率也比较少 我记得你当时说 需要以高频率的心态来录制视频 没有录视频的话 就是在调整自己的低频率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维多可能有一些烦恼 我当时非常非常担心 会失去一个那么好那么好的up主 但是我又应用维多你说的心理 法则说不会的 这个up一定会保持本心 继续输出更多优秀的视频 结果就是维多进来出了好多好多 比以前更丰富更高质量的视频 而且多了好多 真的超级为您开心 我觉得现在人真的很少注意自己的情绪心态 其实是非常不正确的 在丧文化里面越险越深 其实本可以避免的 如果能够 如果能够关注到维多 仔细听听你说的话 我觉得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维多因为你我真的彻底改变了 我闺蜜说我现在简直变了个人 好多人都觉得现在的我阳光自信 这能量真的超级超级无敌 谢谢维多 感谢你能够一直保持初心 陪我们走下去 现在人很注重及时的满足感 那些靠美妆的穿搭的视频 总是会很多人看 但很少人去关注我们的情绪 关注我们的内心 以及去爱自己 但我相信 在有一天越来越多的人会注意到维多 会听维多说的话 让我们知道 原来这样我们是正常的 原来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不爱自己造成的 原来我们可以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去应对 我相信你 维多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你而改变 括号 他很喜欢用括号 打了一大堆逻辑混乱的 总的来说就是维多非常非常感谢你 你好棒好棒的 你非常值得 爱你感叹好 括号 希望你们不要介意这个 这个视频是一个水很多的视频 泪水很多 喝水也很多 编出眼泪 还要编辑式的补充水分 OK 昨天看这封信的时候 是昨天这封这个读者这个观众刚刚回复我这封信 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应该是快要睡觉之前 我就带着一种很很开心很平静很欣慰 就是觉得会 就一定会有人能够理解到我想表达的最深的层次 然后呢 我就觉得 就是有这样的观众 我就很有底气去做 接下来的事情 或者说我想表达的 我就不用考虑这么多 就是说大家能不能接受 大家对这些思想熟不熟悉 等等 然后呢 今天早上 我就再看一眼B站的评论 而且我想把这个来信 分享给大家 就可能有一些人是属于 刚刚到我的频道 他可能不太熟悉我们的流程 就是如果你是刚关注我 看这么几个视频 可能没有办法像这个观众 他从八月份就开始 相当于一点一点的 在和我一起追这个进度 在成长 所以他会更了解我的一个思路 所以有一些人 如果你是新来的话 可以就是去追以前的视频 就慢慢你就更能了解 我和这些小伙伴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成长 变得更爱自己的 OK 然后呢 他写完这封信以后 我分享到我微信的朋友圈 因为朋友圈已经加了 大概有一两千个 就是我们B站的朋友 包括我们的正能量群 里面都是大家的神秘 然后呢 还分享到了微博 还有B站的动态里面 然后呢 我妈她是和我用同一个账号的 因为我想把那个 就是 就是她用我的 然后就可以看一些大会员的东西嘛 所以 她好像就是今天看到了我发的这个动态 于是呢 她就在后面 就是又评了一封 长信 可能有些人呢 他们会想要去改变别人 看别人的 缺点呀 然后 想要 想要帮别人去改变 或者说 想要帮别人变得更健康啊 有更好的作息啊 什么的 嗯 但是 但是在我的频道呢 之所以 你们有时候能觉得说 啊 为什么 发现堵住一个鼻孔 就不是很想哭了 OK 你就先这样 然后我就发现 嗯 就为什么你们会觉得 啊 我可能 啊 表达出来的东西和 其他的upple主看起来不太一样 或者说更能够打动你们 就是因为 啊 我分享的东西 就真的是 我自己体验过的 然后 就是我有一个 比较 我认为比较强的能力 就是我有很强的self awareness 就是所谓的自省能力 不是那个反省啊 就是自我意识 就是我能意识到我在想什么 我能意识到我想的这个东西的大概的来源 因为我最近就是在看了路易斯海的生命的重建以后 我就在想很多我的性格的优点 包括缺陷 都是由于童年 原生家庭 以及很早的一些三五岁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些性格 所以 一旦有一些思想 我就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 我就能够回到根源去去解决它 所以在看生命的重建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不断的去 分析过去 然后分析我现在遇到的一些事情 他们为什么会来到我的世界里面 因为看了路易斯海的这本书 我就了解到 任何事情的发生 我们都是要对自己负责任的 不管这件事情是好还是坏 它之所以会来到这儿 一定是因为我们把它吸引到我们的世界里了 因为我们的思想创造我们的体验 如果我们的是负面的思想 就会创造负面的体验 Basically we are what we think 所以or we become what we think about 所以就是在我的频道 如果是那些我不熟悉的环节或者领域 我就不会去分享 所以像一开始的那个我做的 关于我自己的对于外表上面的自卑 做过几个视频 那有一个呢是讲我又胖又丑的 就是我认为自己在外表上面很不好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 然后包括那个40多万的播放的你丑妈的那个视频 就是关于颜值 对于女孩子对于自己外表的皮盘 然后那个8月份这个观众说的那个胖女孩的视频 就是关于身材 因为我呢 你们也看出来了 就不是那种 这样吧 所以呢 就是一开始呢 我以为大家都要表现那个样子 可能才能好看 或者是被社会接受 才能更偏向主流审美 但是慢慢的我也走出来了这个 把自我价值等同于身材的新手程度的这种概念 然后呢 所以在和你们分享这些 然后就有一次 我第一次做了北京的这个观众的见面会 然后他们就说 他们觉得维多能够 好像就是 就好像就是说 我在监视他们的思想 就是我在说的话 就是他们说的话 那那个观众的原话就是 我感觉你说的话都是我想说的 只不过我没有花很多时间 把他们总结出来 总结成一句一句的 我没有想的这么明确 没有想的这么清楚 我只是大概有这种模糊的感觉 但是维多你把它说的很惊喜 然后就把它分析的这个来龙去脉 我们就能够了解怎么样去释放这种思想 就在每一个视频里面呢 我会想要把这个视频做成 不是用来 就是给你们消遣 或者是做一些无脑的娱乐的那种 浪费时间的内容 就是每一个视频 都是由我想要传达的某种思想 或者是某种生活态度 就包括瑜伽呀 或者是做饭的这种视频 其实我认为 就是健康的人 我们需要做到生理和心理上的健康 那么生理除了吃就是动嘛 然后心理上就是我们用正面的思想 去引导自己 路易斯还说 很多人呢 就是去关注的是 Junk Food 就是垃圾食品 但是我们很多人也有Junk Thoughts 所以两方面都抓住 我们才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平衡的健康水平 就你们看到的从五月份到大概七月份 你丑妈的那个视频 之前的内容 其实都是很 就相当于我在尝试 我在摸索我的路线 那之前的几个视频呢 都是关于美妆的 因为我开始看此媒体的内容 也就是从Tatty的那个YouTuber 从她的视频里面 我当时也就只知道看看美妆 或者是美食视频 但因为美食视频做起来比较麻烦 还要准备各种食材什么的 就是当时我就想到就先做美妆好了 反正甜甜也要化妆呢 就录下来 然后和大家解释一下步骤什么的 因为我知道 在我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 也不要去overthink everything 就是去做就好了 你做的时候会收到观众的反馈 你在剪辑的时候 你也知道你开不开心 就是一旦你发现了某一个环节 能够给你很多的乐趣 也许这个就是你应该去做的事情 就是好像有一句话叫做 当你不知道你去做什么的时候 当你找不到人生意义的时候 迷茫的时候 就去做那个给你快乐的 让你开心的 让你喜欢的事情 然后直到做到那个你丑妈的 的视频的时候 当时就是没有打操稿 没有任何 我就只是觉得 我们今天应该出一个视频吧 然后出什么呢 哎呀不所谓了 然后我就想先把东西 就是这些setup做好 以后有灵感了 然后就说吧 所以当时就很自然而然的 把一大堆的这个内容 一股脑的就是宣泄了出来 就我觉得 因为我以前就是针对外表这个事情 就包括像现在这个样子 以前的我可能是不能接受 用这种状态去出镜的 因为我觉得过于真实 或者说过于非镜头化的外表 但是我就是忽略了自媒体 最重要的就是 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情感 和观众建立那种 最真诚的情感的交换 就是我在视频里说 你们在弹幕和在评论里说 就是一个有来有往的循环 但是当我只注重 就是这些外交的东西 就你们也根本不可能 有那种被触动 或者被 就是华丽的东西 我们都见过 那些大制作的 大电视台的那些东西 就是让大家看过以后说 哇 Impressive 然后就 就没有那种 能给人留下心灵冲击的东西 而我一开始就是去注重 就是 我以前呢 就一定要把这些东西 做得很好 这个大灯啊 就光是这个setup就要花 可能是20分钟 然后化妆 花一个多小时 而就是 所以我每一次 要去拍视频的时候 我心里面那个负担 负担就会比较重 我就会想 哎呦我的天哪 就是可能录一个视频 录不了多久 但是呢 我前期的这个准备 要准备这么久 然后等到我真正该说的时候呢 我就一直看着 显示屏里面的自己 啊这个眼睛够不好看 啊这个 不能 不能弯腰脱背 啊不能手撑着这个 不能手撑着脸 不能去嘴 反正就是 当时对于外在的条件的关注 远远大于 对于 情感输出的 这个渴望 然后到后面呢 每一次我一想到 我要做这么多的prep work 才能真正的去录视频 我就很 很frustrated 我就 就当时好想要一个自己的studio 就是它天天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不用动它 然后当我有情感来 来源的时候 有灵感的时候 我就按下 那个录制键 我就可以开始录制了 但是因为我和小明住的这个公寓 平时还是工具嘛 所以就是没有一块地方 可以让我就是把这些大型的器械 全都放在这边 因为很影响日常生活 所以有一段时间 我就是早上起来 我也不是很想起床 我真的不想起床 就是 I didn't feel motivated to get up in the morning I don't know why I need to get up 就那段时间 真的不知道起床的动力是啥 就是 我现在也记不得 具体是哪几个月了 反正有一段时间 就是属于很 很低迷 然后就感觉说 要做这个视频吗 做啥呀 然后起什么标题呀 然后我还有一段时间会上知乎 然后去搜一些大家会问的 关于情感方面的问题 然后看看哪一些我也经历过什么的 但是我总觉得去蹭热点的时候 或者去想要 为了获得流量和播放量 去做的一些事情 就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了 因为我是一个 非常spontaneous的人 就我是属于一个想啥来啥 就你们应该也能够看出来 就我是一个很 随性的人 所以呢 所以就先给你们道个歉 就是之前不是有那个睡前冥想吗 然后出着出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不是很想出了 有一次我听完我的那个声音以后 我就觉得 好像那个情感不够到位 但是你要是让我录音的时候 去表达那种情感 仿佛不是我的特长 所以 请给我一段时间调整一下 这个睡前冥想可能会回来 也可能不会回来 但是会用其他的这种 grow类型的成长类的栏目 去补偿你们 可能会有更适合 就是做冥想的up主 去满足你们这方面的需求 OK 所以 有一段时间 我就是对外在的东西思考的太多 对于结果类的东西思考的太多 而忽略了我自己到底想表达什么 因为我就是怕 当自己还不是一个大的up主的时候 你想表达的东西 可能就不是大家关注的点 你的视频的标题 可能不是 大家 就是能抓住大家的那个点 所以 为什么大家会点进来呢 或者说 为什么这个视频会被推荐到你们的首页呢 然后我就想 哎呀 这样会有人看吗 这样会有人看吗 反正当时就是我的负面的思想 远远大于我正面的思想 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 就是那种让我不想起 如果说起来的晚了 10点11点了 我就会觉得整天 就都已经荒废掉了 我就会用那种 很不 启发自己的 就是 就是 这种自我思想吧 它 如果你不经常去观察它 它是 不明显的 就是 你需要很 很强的 self awareness 就是你的自省能力 你时刻在观察自己 你在想什么的时候 你就能意识到 当时会有多么的消极 但是我现在想起来 这段低潮期 是我必须要经历的成长的阶段 大家请珍惜你们的每一个低潮期 当你有间隙性的低落 或者是什么的时候 你就一定知道这段时间 你的负面思想大于了 你的正面思想 一定是有一方面的你 不管是你的创造性 还是你想要做自我 还是怎么样 就是可能他受到了压抑 或者你心里面那个小朋友 受到了压抑 所以可能你那段时间 经常批评自己 然后随快自己 没有做这个 没有做这个 没有做 你认为你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 你可能去做了一些 你想做的事情 但是你心里面的 那个严厉的后妈 冲出来指着你的鼻子 说你没有做 你应该做的事情 你今天就是一个 坏小孩 然后 所以当时我一旦 就是说 起网了两三个小时 我就觉得整天都浪费了 就浪费了好几天 而且会有一个循环 就这几天 可能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突然有一天 不知道怎么样 我就把自己的情绪调上来 我就赶紧去录一个视频 但是像这个读者 像这个观众他说的 说感觉9月份 有几个视频 就是那种很急促的 或者说 很pushy 很 就是有点那种 生思 生思历劫的感觉 就是因为 我当时是 那种视频 就是提前准备了藏稿的 大概列出来有几项 然后我在规定的时间 把它说完 而说的时候 就是我录视频 有两种体会 像这种视频 就是我现在已经很自然的 可以面对镜头 把镜头当做了 这些你们的时候 我说话是 就是不太会生思历劫的 但是当我 像我当时的时候 可能就是8 9月份 或者90月份的时候 就是那种 就说话说的超级大声呀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说那么大声 好像就是说小声 怕人家听不见一样 然后就是 录完了一个视频 我就会有一种 就是按下 那个结束键的时候 我就会有一种 就感觉我整个人 好像都被抽空了一样 然后就声音 就是那种 哑哑的 然后就明明可能 就说了20分钟的话 但是我整个人觉得就是 就那种 冰高化了的感觉 然后我就觉得 当时那种状态 可能不太对 就是比较 比较胶着 比较 就是内心是比较 twisted的那种感觉 然后 因为当时8月份的 那个视频暴涨 就有点把我 打懵了的感觉 就是 我就在想我怎么样 才能够复制 7 8月份的这种成功 怎么样才能够 去再次打动观众 但是其实那种 真心实感的东西 是道义上面的东西 就是没有办法用普通的工具类的那种小tip去模仿的 因为情感这种东西是大家最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东西 就你可以说怎么做封面 怎么做标题 怎么样吸引观众 怎么样转化更多的观众到粉丝 但是没有办法做到 就是指导别人怎么样去表达情感 这一点是每一个up主背后最精华的东西 就是他之所以是他 我之所以是我 就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决定了 我们表达情感的方式不一样 或者表达情感的多少不一样 然后 把我打懵了以后 我有几个月就是觉得 哎呀我什么视频才能够重新复制 上一个视频46万的播放 就是做梦呢 就是我现在整个频道 可能也就是不到100万90多万95万的播放 然后那一个视频占了半壁的江山 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去复制这种成功 当时我就在想 就是我就好期待说这种灵感 什么时候再降临到我的身上 但是因为我当时的关注点 或者说我的频率放在比较低的地方 我会责怪自己 我就觉得我今天一定要安排的 非常的productive 非常的efficient的 我要我要做到就是busybusybusy keep working keep fighting keep you know be your best every day smile啥的 然后就觉得 就是会 没有尊重自己的小孩子的时候 逼自己逼得太紧的时候 就会让你失去和那个最高智慧的连结 真的会 就灵感就好像突然枯竭了 其实创造力这个东西是越做越有 越有越多的 它不会枯竭 关键就是当我自己对于我的自我肯定 包括我的未来 带着一个批判的怀疑的否定 一个灰色的滤镜去看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就把我一步一步的和那个最高的自我分开了 所以就是你们能看到那个曲线图的话 我的就是这个粉丝的新增的这个趋势 就是第一个月是零 然后77 然后500多 然后是2000 然后突然上涨到15000 就是增加了15000 然后后面呢 等到90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下降的 缓慢下降的模式 就变成可能就几千个 一两千个 然后几百个这样 然后等到11月份的时候又变成了3000多个 然后等到12月份的时候又变成了6000多个 这个时候我才 在12月份 其实我才逐渐逐渐找到了自我 我有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把成功或者是把视野看作特别严肃的事情 所以如果某一天我不够productive 或者说我最近的这个频道的表现没有呈现预期 我就会觉得自己不值得休息 或者不值得去玩啊去旅行啊什么的 然后呢 2019年9月15号的时候是我生日 然后呢 小明就是给我的生日礼物 是 是这个 这个是他自己就是设计的 然后才打出来的一个 一个 就是给我的礼物的coupon 就是礼品券 然后这个礼品是啥呢 是在2020年的时候 带我去澳大利亚 去曼尔本 然后呢 他就说 在这个上面说 Life is a journey And with you by my side Life gets bit more exciting with every step we take Therefore I invite you to a two weeks travel of a lifetime in Australia 然后呢 上面他还就是自己 他还自己选的这些画 就是这个呢 是北京 然后连了个红线到曼尔本 然后飞机啊 然后考拉呀 然后冲浪呀 这是那个什么 Philip Bay还是Port Port Phillip好像是 然后这边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餐厅啊 或者是咖啡什么的 因为他知道我就是去哪里行 反正就是吃的第一 然后呢 这个是那个葡萄酒庄 因为葡萄酒也挺好的 就是我们都喜欢 然后这个又是一个什么Port 然后这个是两个亲密的 还是打架的袋鼠 然后这个是那个什么 什么海岸 然后这个是 就是情侣 抱在一起的样子 然后呢 他还就是送个这个 这个呢 是澳大利亚的什么航空公司 然后叫 这个我不确定怎么念 是Quintus吗 还是什么 然后上面写着Spirit of Australia 这个是他托他的同事 帮他在淘宝上面买的 反正对 这个是一套了 然后意思就是说 等我们ready的时候 有假期的时候 然后呢 我就带你去玩 然后呢 当时我的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 是啥呢 正常的女孩的反应 会是啥呢 不应该很高兴吗 然后就是 正常的女孩 应该在这个时候 反正就是 很高兴啊 然后就 觉得很好啊 甜蜜啊 什么的 但是当时呢 但是我的第一反应 就和现在差不多 然后他说 你咋哭了呢 你哭啥呀 然后 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 说我的频道才做了几个月 我不认为 我 就是 有足够的时间 或者金钱 就是我不想 我跟他说 如果是旅行的话 我并不想让你去承担所有的金钱上面的东西 我说我想和你去AA这个trip 就是我想和你有同样的能力去做这样的旅行 然后我说 我不认为我现在到了那个时间能够去出去玩 我当时的原话好像是 I don't think I deserve a vacation like this 好像是这样说的 反正就是我当时心里的我认为 我现在的频道的发展 就是我没有资格去享受这样子的旅行 就是还没有 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还没有到去享乐 或者说去收获好事情的时候 我当时觉得我还没有给我自己 就是I didn't earn this vacation by myself 就有那种感觉 所以 然后小明当时就很无语 他就超级无奈 然后他说 我这不是做了一件非常nice的事情 你怎么这样 然后 然后 哎 这个旅行呢 还是会兑现的 在2020年会兑现的 只不过就是当时的我 反正就是没有怎么想清楚 所以你们大概也能够理解 就是那个观众观察到我的那个样子 就是 对自己的肯定还不够 当时就是属于 看了生命的重建几个月以后呢 还需要用 更多的功课去释放过去的旧思想 去改变自己 可能二十几年来 十几年来对待自己的这种习惯性的态度 所以 然后到12月份的时候 21月份的时候我和我妈去 去在国内捋了一些油 然后就take some time off 然后在这段期间呢 我就没有办法录视频嘛 因为天天在路上 然后我也就在想 如果说是不在我工作的地方 那么我就不要逼迫自己 总是在工作的状态 总是去看我的评论 然后去回复大家的评论 或者说去看这个视频表现怎么样 这个视频看怎么样 然后最近长了多少观众在那这些东西 当时我就想 既然说 时间或者我的人生 给我这段off的时间 那么我就去好好想一想 在off的时候 我就认真的去休息 去放松自己 然后在该工作的时候 就去工作就好了 就是我有一段时间 在减肥的时候 就是属于在吃好吃的时候 不开心会有贵责感 然后在吃不好吃的东西 那些清淡的东西也不开心 因为不好吃 所以同样的道理 就是应用在 当我工作的时候 就觉得工作的好辛苦 不想工作 然后在整整放假的时候 也会觉得 哎呀放假的好无聊 好没有产出感 好没有价值感 还不如去工作 就是总是在不一样的时刻 总是不开心 这样就是很不平衡的状态 然后我也知道 但是就是需要时间 去和自己对话 去反省 去重新建立一个心态架构 所以就是 这个频道和你们成长 真的不是随口说一说 真的就是 当你们一旦能够 真的是观察到我的样子 你们大概就能意识到 就是我和你们 可能是处在不同成长的阶段 但是有一天 可能你也会经历我这个样子 或者你比我好很多 你没有这么多的焦虑感 所以到现在这个阶段 刚刚有一个阿姨来插水表 然后我忘了我说到哪里了 跟在读了生命的重建以后 这几个月就一直的是在调整自己的思想 调整自己的状态 其实很多观众呢 他们发信息给我说 哎呀看了生命的重建 觉得没有什么用 或者他们样根就没有看 然后就来咨询我 他们的个人问题 那我想说生命的重建这本书 它不是印在白纸黑字的 这样一个印刷品 它是要把它当作有一个人 就是当面跟你这样说话 然后他说让你做的练习 你要做 他让你去读的宣言 你要去读 就整个过程是一个 把它当作路易斯海 就在你面前 和你做一对一的心灵疗程的 这样的过程 就是如果你不尊重这本书 不相信这本书 它永远不会带给你 你想要的那个改变的 就是读书我们都会 把这本书死记定背 能到这背 也并不能意味着 它能够帮到你 当你真正的去体会 每一个词 每一个句子 最有最 就是最好的办法 是你去读英文吧 因为它是最直接的 一个表达方式 然后我当时就 我现在为止 我不知道我听了几百遍 几十遍 就是反正就是 我一有时间的时候 我就会去播放它 然后当我觉得 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 我就会去 就是随机让它播放 我就去猜 可能今天宇宙 想让我听这一段 然后明天 我再随便播了 然后我再让它随便 随便播 就是每天可能 我需要获得的信息 不一样 整本书都是会有某一天 能够帮助到我的缓解 所以我希望就是 你们在家用这本书的时候 把它当作 就如果你愿意相信我 就把它当作 就是良科欲律 还是怎么说的 反正就是 他说的话 你们就 就也不用去完全相信 但只要你觉得 这句话对你来讲 能够指导你的生活 变得更好的话 那么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 就好像路易斯还说 我们之前可能批评了自己 二三十年 三四十年 四五十年 觉得这些东西 有让你变得更好吗 有让你觉得更开心吗 有让你每天起床的动力 更强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试一下 用肯定自己 赞上自己的方式 反正我们也不会损失什么 对吧 然后呢 就十二月份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月份 首先呢 我的更新的频率很高 第二呢 我更加尊重自己的感觉 因为我现在 也比较有底气了 就是作用 两万八千个粉丝 其实也没有那么多 十二月份的时候 增长六千多 所以当时应该就 两万一二千 我就觉得 就是我要合理的利用 这个属于我的池子里面的 大家的这些观众 就是属于 大家是愿意听我 去分享 和我有共鸣的这些人 所以我可以 就是我现在 可以不要再去蹭热点 不要再去看别人说什么 不要看别人 就是我可以 自由的发挥 我自己的想说的了 就是我突然第一次 非常 有底气的感觉到了 那种创作的自由 就这种感觉 只有是有 就是一定时间的质和量的积累了 有了一群 就是比较忠实的观众了以后 才会有这样子的底气 去做那种 我认为很重要的内容 以前我都是觉得 社会上大家需要什么 就是我的关注点 现在终于可以放在我自己上 所以我对这一件事情是 就是是最感恩的 就是 就是你们让我 能 能做到这样 突然想起来 第一次北京见面会的时候 最后我们告别的时候 有一个 有一个女生 不说她名字了 反正就是她是一个大学生 然后她说她自己 母台solo 是一个女孩 那一次第一次见面会 全是女孩 当时我的观众的男女比例 是女 九 男 一 然后最后她走的时候呢 反正我每个人走的时候 都拥抱了一下 但是她拥抱的时候 和其他人比 就不大一样 就是一般人的拥抱 可能 就是其他的观众 当时来的那些 可能女生嘛 就觉得 哎呀不太好意思呀 或者是 毕竟第一次见不太熟啊 或者就不太了解我呀 然后呢 嗯 就是 那个拥抱 就是比较短 比较正常的 比较礼貌的拥抱 然后 但是到最后一个 那个女生的时候 她的拥抱 就是那种比较有力度的 然后 就 我感觉她是 有很多话想说 但是呢 又没说出口 就我觉得她是很 反正应该就是很 很需要我 或者说 曾经我的某一些内容 触动了她 然后她觉得 和我很有 嗯 连结的感觉 所以她才会用 她的那种方式 去拥抱我 就是感觉是很 就是不愿意松开的 那种感觉 然后 还有一个 那一次 见面会呢 还有一个观众 她走的时候呢 好像是 走了两步 然后又回来 然后呢 就是递给我一个东西 是一个信封 然后里面呢 有她写的 有她写的一封信 她说 吐为多 昨天能量卡上的文字呢 是宇宙的每样东西 都有吸引力 而且都有它们 对应的吸引力的频率 她说 你的自信善良 是我梦想的样子 你在视频中 所表达出来的美好 让我在 重塑生命的过程中 更清晰的看到 隧道尽头 那个 那个光点 正在放大 你的引力 可以让我不去考虑 路程的远近 或者时间的耗费 因为当时 我是在北京办的 见面会 但是她是从天津 她的学校 反正就是 她是很远才过来的 就是她需要 就其他人 可能坐坐地铁 然后她需要先坐高铁 然后再坐地铁 然后还要回去 所以她当时回到学校 估计已经八九点钟了 就 然后她说 在看到你发 今天会的时间 的时候 可以 泡开所有去见你 我猜这就是 信力法则的奇妙之处 把相通频率的人 是和不 联系在一起 或许在广袤的银河 星海中 我们早已无数次相逢 而Bilibili就是这片宇宙和现实的交界点 然后她自称自己是维他命 因为当时就是我把我们的观众都叫做维他命 然后她又写 相信我们再一次的见面 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然后她当时还附了一个他的那个司 就是司 一夜夜司的那个日历 然后这个日历 9月21号当时副长的话是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 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周起名 当时那一天呢 还是国际和平日 反正就是这个日子调的还蛮好的 所以那一次见面会 其实第一次让我看到了 我的观众都长什么样子 都是什么样的人 抱着什么样的心态 或者想要获得什么样的思想 来到我的频道 他们又是 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生活的 就当时第一次见面会 其实可能给了我很多的启发 但是当时我还没有像现在 有这么多的底气 或者自信去做自己想要做的内容 但是我现在呢 自从12月份发了第一个 油感的视频 做那个瑜伽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是我第一次 好像是第一次 就是去录全身的瑜伽的内容 就是视频 就是我之前呢 对自己的身材 就是有的时候满意 有的时候不满意 就觉得可以吗 哎呀上进会胖吧 正常看上去正常 但是上进的话应该不行吧 你这样的话 怎么有资格 去做健身方面的内容呢 当时我就去 就是很多时候 就想这些东西 然后后面我就意识到 其实那些健身的up主要 它那个身材 并不是大家都会有的 有的时候我们去跟着他们做 反而会内心的路差很大 就难道说正常的人 或者说就是不是看上去像主流审美 那么完美的人 就没有资格去做这些事情了 那不是这样的人才能够 才能够给大家更多的动力 和对于运动本身的热情吗 然后没想到做了这一期以后 大家对我身材的评价 还都是那种 Why you're so hot 什么之类的 就吸引来很多的男观众和 和就是一想之外的男观众的 这个评论和赞赏 就我突然觉得主流审美的那种 骨架一般的身材 可能是女孩子的 对于那种身材的渴望 和男孩子对于那种 女生肉感身材的 就是天生的那种向往 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那一期的封面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截了一个视频的 一帧的截图 然后上面配了个油感 然后突然发现 这个好像就是我的风格 就是我觉得这个视频的封面 我看着非常的赏心悦目 于是连着出了 好几个瑜伽的视频 就是我当时有那种渴望 就是想把它们做成一个系列 就是把我的思想 融入到和身体的运动当中 这样我认为是很好的一个 全方面的照顾 我们自己的一个方式 从那以后 你们就能看到 我的视频的封面的风格 逐渐变得统一了 就要么就是yoga 代表就是做瑜伽的 或者要么就是grow 这个就代表是做成长类的 就是像这种的面对面的分享 然后如果封面上写的是read 那就是和你们 就是我去读一个东西 然后读完一段两段 就和你们分享我的感想 和我成长的题目 然后以后呢 可能还会有什么breakfast 就是我现在不会再浪费很多的时间 去思考我的缩略图 我的视频的封面 要做成什么样子 我之前就会为了配色呀 然后为了就是字体 或者说去就是配色字体设计 上面写什么字 什么专注点 然后就这些很很很琐碎的 很浪费时间的 很伤脑的东西 就我发现 其实我只要在这个地方 在可以动的地方 做出我自己的样子 只要是和我有共鸣的人 他们自然会愿意听下去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欣慰 而且非常 What a relief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哇 就是 做自己原来是一件这么 自由的 而且是这么有能量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敢去做自己的时候 其实我相信是 给远方的你们 一种力量 或者说 一种启发 一种引导 一种 一种信念 就是如果我可以这样 如果我可以 从零开始 一点一点一点 到现在这样 那么 给你们信心 就是你们也可以这样 就是 就是如果我从来没有做过UP主 然后 然后我就是 凭这些信念 可以做到现在这样 那么 就是你们 你们一定有你们自己身上的天赋 就是我相信 每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 都会 就是被给予不一样的 像宝石一样的东西 就是我身上可能是这三个 然后你身上呢 你不知道的可能是其他的东西 只不过你现在可能把它埋起来了 然后你看不见 所以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天赋 你觉得自己不擅长读书 不擅长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好像在其他人眼里看了 你就 就不是一个优秀的人 或者说 不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什么的 但其实就是 当你找到了自己的这些 独特的天赋以外 以后 你就会发现 你的那些和别人不一样的点 就是你的独特之处 就是让你脱颖而出 就是让你stand out from a crowd 就是让你 能够做自己的资本 而这些东西呢 并不容易找到 找到了以后呢 也并不容易坚持 因为你会被就是 你可能会被习惯了的 自我否定的这种 像是一本被裹挟 然后你可能觉得 真的可以吗 真的有人能懂你吗 然后 真的能够传递 你想传递的价值吗 什么什么的 三个月前呢 我是不会允许 我在镜头前面 哭这么漫天的 因为就是一个 很蠢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 哭起来好难看呀 哎呦 但是呢 其实今天的哭 并不是任何负面意义上 纯粹就是 其实我觉得 今天可以和你们 去分享这些东西 好 如果不把现在的 这一刻的状态 或者心情记录下来的话 下一次等到这样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时候 不知道要等到 下次什么时候呢 就是 就社交媒体呢 他喜欢 就大家展示自己 最好的 最perfect 最fancy 最successful 最happy 最fulfilled的时候 然后大家就会 庆祝自己的成就 庆祝自己的男朋友 女朋友 庆祝自己最近赚了多少钱 庆祝自己的身材 庆祝自己吃的多么健康 庆祝自己 各个方面有多么的得意 但是 就是人性来讲 大家不愿意保留自己 最 最真实的 最脆弱的 最能够 其实就是建立共鸣的 这些时刻 因为大家觉得 就是这些东西 不应该存在在 社交媒体上面 所以我们看到的 很多那些成功的人 我们就以为 他们天天好像就是 they can get their life together every day but 就是事实是 不是每个人 每天都是一副很 you know positive high energy passionate so you know great for everyday 就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高潮和低潮 就是大家不要 好像被表面上 我和你们分享的一些 我今天做了什么 今天和 参加了什么活动 然后今天 什么视频 做得很好 然后今天呢 什么和某个 摄影师合作 然后拍了一组 非常好看的照片 或者今天什么 然后你们就会说 呀 维多好漂亮 维多好性感 维多 怎么怎么样 就是 或者维多好棒呀 什么的 就是像这种时刻 如果我不展示的话 可能你们以为 我天天就是那个样子 你们可能 没有看过 我不化妆的样子 或者没有看过我蓝散 没有看过我腿肺 没有看过低肉样子 你以为 啊为什么 维多今天就能这样 那我也要这样 我也要像个维多 也要自信什么的 就是那并不是一个 嗯 完整的我 所以我才 想和你们分享 就是现在的这一刻 因为我认为 这样才是一个 完整的我们 所以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看过 一个迪士尼的动画片 叫做 Inside Out 就是头脑特工队 然后里面 你还记得有几个小娃 然后他们是 不一样的颜色 就是里面 最主角的两个角色 是我们扮演的两个情绪 一个是 Happy Happiness 是一个绿色的 小仙子一样的形象 还有一个是 爱爱胖胖戴眼镜的 一个纯蓝色的 它叫做 Satness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 Happy Happy Happiness 永远都是 我不记得它叫 Happy还是Happiness了 反正它就是 永远想让大家 就是Cheer up 它就是那个 整个团队的Cheer leader 然后它就想 每件事情 我们就要嗨 开心呀 就要嗨 就要什么的 然后呢 每次那个Satness 它一过来的时候 总是自带一个乌云 上面有小雨滴坐下来 然后它总是一想到 过去那些 不开心的事情 然后它就 然后那个Happiness呢 就不是很愿意 让Satness 贴近就是大脑的中枢 它就觉得 你走开走开 你不要 就是影响 这个小女孩的心情 但是其实 就在我看来 那个Satness 是真正代表 我们可以 最弱 可以露出 自己真实的一面 就是最 Vulnerable的地方 其实是 就是你会发现 那个小女孩 一开始 她心里面 因为搬家 然后换环境 又是换学校 她之前那些朋友 和爱好都远离了 她其实心里面 是很失落 很需要安慰 很需要被 重新满足 那些需求 但是 她没有和她父母 直接沟通 她内心的 那个需求 反而她就是 用不满 用埋怨 用摔门 用不和父母交流 用离家出走 这些方式 去表达自己 内心的那种 失落 表达自己的 那个Vulnerability 她没有去和别人 直接沟通的 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就 把自己的情感 略到了一边 我们没有选择 去主动的 和别人沟通 然后 她就没有办法 和父母 再建立起那种 很亲密的感觉 因为我们没有 把自己最脆弱的一面 展示给她们 她们又怎么能够知道 原来你是需要 被拥抱 被满足呢 然后 所以当我看到 那个视频以后 我就决定 那个电影以后 我就决定 就是我 需要去重视 我心里面的 那个蓝色的 那个 就是 爱爱胖胖的 然后很nerdy 很 就是那个 setness 就是她也很重要 就是我们都是 有up and downs 对吧 就是 她很重要 所以你们也一样 就是你们觉得 有什么话要去说 就是 不要像 我以前一样 就是觉得 哎呀 有什么好说的 然后就是 就想想一些 开心的事 人们就过去了 什么的 然后看了生命的 成见以后 我才意识到 就是有负面思想 的时候 除了说 像我之前 拍的那些视频 告诉大家 就是负面的频率 有什么样不好的 那里面呢 有一些确实是 比如说抱怨啊 或者说 你就指责别人 这种事 我们可以去控制的 但是当你真正觉得 悲伤 失望 孤单 寂寞的时候 其实是 我们需要和自己 去对话的时候 不仅仅是说 呀 坏情绪 走开走开 就是我们需要 去找这些情绪 到底来自于哪里 然后我们去和 我们在乎的那些人 去沟通 这个时刻是最能够 让我们和她 拉近距离的时候 以前呢 我的性格缺陷里面 有一点就是 我不喜欢和别人去分享 我 吻下 或者我 不是很愿意和别人 去分享我的心事 那这个呢 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 所以我会在以后的 关于谈谈我的童年 和原生家庭的时候 去分析一下 我的性格缺点和缺陷 那其中有一点呢 就是我认为 大家都很忙 然后 可能没有人会 可能没有人会 积极地去倾听 你的一堆乱七八糟的心事 然后 所以我有时候能够理解 为什么 就是我的朋友啊 他们都 很愿意和我倾诉 他们的心事 或者即使是陌生人的时候 我也会发现 我听的 比我说的多的多 因为我在内心里面 潜意识 好像就是觉得 我讲什么应该 不重要吧 就是大家都很关心自己的事情 谁关心你的事情 我就会觉得 大家的时间都是很有限 很宝贵的 为什么要花自己的时间 去关心你 内心里面有什么想法 所以我就不会跟别人 去分享我的想法 当别人愿意跟我说 他的事情的时候 反而我会很 很耐心地去倾听 然后去帮他找出 他的 跟圆魂说 到底是哪里 让他产生这样的思维 所以就是 很多时候 我以前 就是和男朋友 吵架的时候 我是经常属于那种 包括和我妈吵架的时候 我都是经常属于那种 一言不合的时候 我就冲出去了 I storm out and shut the door 所以我属于 把自己关闭起来 我 就是不想和别人 去讨论这个问题 然后基本上呢 我就是属于自己 把自己关起来 哭一哭 想一想 然后呢 每次我哭完以后 我都比之前 更加 斗志满满 就是我是属于 从小 就是一个 不自觉的 就培养了自己的 self awareness 我当时就是属于 哭完以后 然后有什么好哭的呢 然后分析一下 然后下次怎么能 才能不哭呢 或者说 今天为什么要哭呢 就是 然后再去看一些 就是心理上面的书籍 然后我就 大概分析了一下 这些原因 所以我就没有和别人去 沟通我的心理状态的 这个习惯 但其实我现在逐渐认识到 就是和小明在一起 小明是属于那种 打破砂锅 问到底的 而且他特别敏感 就是我的 如果一个表情不对 他就马上就说 Baby What's wrong Are you upset Are you mad What happened 然后如果不说的话 他就一直问我 然后他就是 哎呀 他也不是那种 穷追猛打的问 他就是那种 像涓涓喜流一样 他就一定要问 他说 Baby What happened What's wrong with you How can I help 然后就是 然后 反正就是那个样子 所以我就慢慢的 就跟他一起 我觉得他治愈了我一点 就是我愿意和别人 终于愿意和别人去分享 我在想什么了 我之前我都不知道如何 用语言去表达我的思绪 因为我没有这个习惯 我不喜欢 就是我要么是写日记 要么是和自己对话 我从来都没有把这些东西 整理下来 然后慢慢我发现 和他的这个过程当中 当我能够整理出来 我因为什么事情不开心 为什么这个事情 让我不开心的时候 我就看我自己 看得特别的清楚 我就把我自己 完全从我身体里面提出来 然后去看 哦原来是因为什么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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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Oh my god 所以这个呢 算是2019年 很多很多的阶段性的成长 算是给你们的 一封信吗 或者是 就是一个口头上面的信息 其实就是想 想跟你们说 任何的社交媒体 或者是 你们看到了我 这样子才算是完整 这样子才算是人的正常 就是去拥抱你的 每一个低潮气 去拥抱你心里面的 那个小朋友 去呵护他 去保护他 放心的去创造 去做你自己 然后最后呢 这个是不是也 嗯 就启发我这个视频呢 除了第一个 给你们念的 那个 Luladaya的 那个粉丝的 呃 来信 以外呢 最重要的还是 她的这种来信 然后引发的 我妈在下面的 这样一个评论 让我妈说 不管你是有 1000个播放 还是1万个播放 你都是我 最爱的宝贝 不会在像 你小时候考试的时候 考了满分 就会 考了满分 你就会觉得 我很爱你 60分 我就嫌弃你 她说 其实这都是你的错觉 天下的家长 都是爱小孩的 看了你的视频 才知道 是我作为家长的 表达方式 出现了偏差 有的时候 还觉得自己 特别的委屈 然后我妈 放了两个 这样 瞪大眼睛的表情 然后她说 2015年夏天 她经历了人生的 至暗时刻 在家人朋友 单位 领导同事的帮助下 亮亮呛呛的 走着一段 身体修复的 艰难历程 但是一个人的时候 我经常会感到 无助 恐惧 害怕生命的流逝 害怕阴阳两个 记得有一次 阳光的午后 你同学来家里面玩 你们玩得很开心 在做草莓 冰淇淋奶戏 打发着淡奶油 憧憬着未来的美好 我不知道 哪根神经被触动了 一个人蹲在 橱柜下 无声哭泣 想想这种前 想想那时的此刻 我觉得自己 走不出来了 好就没动静了 你感觉到我的异样 来到厨房 看到最糟糕的我 是你点醒了我 你说你这样 还想回到医院吗 你已经好了 我从来没有 把你当成病人看 你胡思乱想的思想 就会造就未来的你 是的 来自周围的关心 经常让我感到 我和别人不一样 书想这些年 是你的思想转化 成语言的力量 把我从屁股中 拽了出来 当然 也有我自己的学习和成长 最后一段 孩子 我相信你的能量和思想能帮助更多的人 因为你曾经帮助了一个最最不容易信服你 最最不容易听你话的长辈走了出来 那就是我妈说的这段话呢 其实最打动我的是她的最后一句 她说孩子我相信你的能量和思想能帮助更多的人 因为你曾经帮助了一个最最不容易信服你 最最不容易听你话的长辈走了出来 路易斯尔说 有的时候在我们重建自己生命的时候 最好的方式是自己去录音 然后说我爱你 我相信你 你的世界里一切都好 她说更好的方法是找你的父亲或者母亲 曾经你需要他们的爱和关怀的这些人 让他们用语言去肯定你现在的作为 其实是更有利的方法 因为在童年的时候我们那一块永远是最柔软 最容易改变潜意识的地方 所以我妈写的这段话其实就是最好的 对于我这段期间的一个肯定和赞赏 那因为很多时候离我们 这段话也给了我很多的动力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当我们和一个人关系太近的时候 当一个人是你最好的朋友 或者是最近的家人的时候 反而你看到这个人的各种缺点和各种优点 你就会忽略他的优点 会忽略他的力量 你就会觉得哎呀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他不就是我从小一起玩到大的 光着屁股长大的一个小女孩吗 但是就是 就如果他现在都能因为我的改变 而不是因为我想要去改变他 我从来没有想要去改变他什么 因为当一个人没有想要改变 或者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 你跟他说的那些啰嗦的话 他听来都是负担 都是没有用的废话 只有他自己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了 觉得哪里要出现改变调整的时候 你无心说的一句话 也许都能够创造他不一样的围 所以如果就是你现在是处于一个想要改变自己的状态 就相信如果就是我都没有想到就是我妈能给我写下这封信的话 就我相信你一定可以通过这些视频的力量去改变 你现在最想要改变的地方 你一定可以让心里面的那个小朋友再重新的就是爱上自己 就我们很小的时候 那个小朋友可能就是受到家长的管制 社会的约束 不敢做自己 不敢大声叫 不敢摸这个 不敢摸那个 不敢就是跟别人眼神交流等等 就很多人什么社交恐惧症啊 他好情人格啊 或者太乖啊 怕别人不开心啊等等 可能都是因为小时候我们那个小孩明明就是很张扬的 但是就是这砍一个胳膊 这砍一个腿 然后就让你觉得这样不对 这样不对 这样不对 然后这个小朋友就什么也不敢做 坐在这个角落里面 生怕 就是就卫手卫脚的生怕 就是惹了别人 或者就是出了自己的这个小comfort zone 然后就觉得 舒适圈以外可能都是很害怕的 我这样做了别人不会爱我 我这样做了别人不会喜欢我 我这样做了别人不会赞同我 社会不会接受我 等等这些东西 就是让我们心里面那个小孩 而就是一点一点远离了我们 最最最最 需要去珍视的地方 所以下一期呢 会和你们讲一讲 就是我们再去真实去保护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小朋友 因为我前两天上地铁看了这个小朋友 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悟 他把我之前总结的这些点全都全是在他身上 他点燃了整个车厢的那个开心和热情 是我没有办法忘怀的那一幕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就是送给你们的一封信 很多的心里话 我的成长历程 因为在这个频道真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成长 你们的评论你们的弹幕都验证着你们自己的成长 你们再去回头看一看你半年前三个月前一个月前留的评论 你就会发现自己成长了多少 你们在我的维多之家的这个微信群里面 养成的是正能量的习惯 就是你可能现在的习惯是去抱怨去埋怨这一天 要不怎么样啊 你都不期待这一天啊 但是很多就是在群里面这些小伙伴每天都养成 早上起来感恩十件事 他一条条写下来 这样的小伙伴就会感染更多的小伙伴 写同样的东西 大家就习惯性的养成了 早上起来睁眼 第一件事先感恩 当你感恩的时候 你就把自己和最高的力量连接在一起 当你养成这种习惯的时候 你就只会专注 什么我需要感恩 什么我需要感恩 哎呀这个感恩这个感恩 哦太好了 你就不会像原来一样 这个做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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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哭什么哭 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当我们改变了自己的思维习惯 你就相当于变了一个人 当你变了一个人的时候 你的人生也会随之改变 改变人生就是改变思想 如果你现在有我的思想 你就是我 如果我现在有你的思想 你就是我就是你 就是这么简单的 OK 希望你们不要介意 我这一期哭了很多 我现在已经不想哭了 我觉得我已经哭干了 然后我那个哭呢 真的是happy tears OK emotional tears 就是觉得一切都没有白做 一切都没有白费努力 就是我想说 你们要是想做自己 就去勇敢去做吧 你们要是想做什么事情 现在就开始做吧 不要在意 就是 哎呦 一定要做得非常perfect 一定要做得非常flawless 一定要做得非常的无瑕了 我才能够把它放到社会上 给别人看 最重要的是你先去做 有的时候我们overthink 我们就一拖再拖一拖再拖 等到这个事情变成永远的遗憾的时候 你就会想 哎呀 十年前我怎么没有开始做这个事情 二十年前我怎么没有开始做这个事情 你看现在谁谁谁 这么破 这么烂 他成就 他的能力还不如我 他的成就都比我现在的多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想太多 他们去做了 永远记得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Done is better than perfect Done is better than perfect OK Don't overthink Just do it Just do it Just do it OK 谢谢你们这些月给我的这些自信 给我的这些底气 给我的这些动力 让我能够把这个频道做得越来越好 我们一起走向美好的2020 OK OK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